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那要神仁点 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好的天气 仍只有公开的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里面聚会 我再次谢谢牧师跟教会有同工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再到东海大学的教会 跟大家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 在没有传染神的话语之前 我请各位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 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清除了头脑壳目的心 来到你店中来敬拜你 主要求你今天早上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 听的有受教的耳朵 让讲的听的同感亦灵同的造就 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记的十字架 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 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 求你保守带领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 阿们 刚才牧师为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 从这封书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讲到说一个基督徒的人称观 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这封信 老人家进了监狱 当然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非常关心 所以很多人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看他 腓立比教会也派出弟兄姐妹去看他 老人家看到有人来看他非常的开心 告诉他们说 你回去告诉那边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边很好 没有什么缺乏 后来想一想说 与其用讲的不如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腓立比书 在腓立比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中有几句话 我希望说我们今天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能够把这几句话给背下来 两千年前的罗马监狱 情况当然是非常的黑暗 有很多的人进去了之后 根本是没有办法活着离开 保罗在这个时候写这一封信 当然是要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在他看过他过去所走的一生的道路 来回想他这一生在神的带领之下 他是如何度过的时候 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歧视 他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生 昨天是我们东海大学的毕业典礼 所以当李牧师要邀请我今天早上 在这里正道的时候 我就想一想说 对这些毕业生 也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第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保罗在这边写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我所遭遇的事 保罗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保罗可以说遭遇了万事 整通信的背景大概是在主后56到57年 从人的角度来看 保罗这个传道人是在最成功的时候 他不论传道 他不论到什么地方 福音就传到什么地方 教会就在什么地方设立 所以有很多讨厌他的人 说这个人跟萨斯一样 到哪里就传到哪里 跟瘟疫一样的可怕 但是就在人的看来最成功的时候 圣灵感动他要他回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大本应 这个保罗本来就是犹太教的 但是在大马社的路上碰到复活的主 所以从此传讲复活的基督 犹太人非常的讨厌他 但是现在他却要回耶路撒冷去 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 说不要去 如果说你看一下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那些以福所教会的长老 在码头上跟他化别的时候 跟他抱头同哭 你不要去 你去了会非常的危险 但保罗怎么说 他说这个生命不是我的 上帝给我这个生命 是要完成上帝在我身上 给我的执事 如果上帝要我去 我一定会去 我不在乎个人的身世 所以保罗去了 果然去了没有多久 就被犹太人抓起来 犹太人本来很想把他杀死 但是因为当时当真的罗马人 把他先关起来再说 一关就关了两年 为什么关他呢 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 也没有什么罪 所以关他的这个罗马官员想说 你送我一点红包 我就放你走了 所以等等等等两年 也没有什么消息 保罗说我的人身关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给 那罗马官员说你不给 的话继续关吧 但是后来一想说 关了两年多 也没有什么原因 也不告诉我 什么时候可以放我 保罗虽然是犹太人 但是却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所以说我可以 他说我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 当时罗马人有这样的权柄 有这样的特权 如果说我们碰到官司的时候 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什么呢 就是凯撒大帝 这些罗马官员也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送到罗马 如果说你首读 死读行算的话 你就知道说 这一路上碰到很多的危险 有风暴 有沉船 最后漂流到小岛上面 还被一条毒蛇咬了 差点要死 辗转的来到罗马 你也知道凯撒大帝 哪有空管 你保罗的事情 所以又关了两年 所以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所遭遇的事 已经关了四年多了 但是他说 缺让怎么样呢 福音心挂 因为他被关了 所以怎么样呢 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 都已经知道 我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我之所以被捆锁 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御营全军就是看管 保罗的这些罗马军人 在当时 几乎可以说通通不认识耶稣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说 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囚犯 这个囚犯跟其他的囚犯不一样 你看 他人品又好 学问又高 人又谦虚 而且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按照道理讲说 这个人应该是要去做官的 怎么会 会官起来呢 所以辗转的跟他打听 或者他们彼此在讨论的时候 在讲说这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囚犯 哦原来他是为了他信仰的缘故 原来是为了耶稣 他们观察这一个囚犯跟普通人不一样 这个人在最困难的环境里面 在物质最缺乏的时候 在心里面最受痛苦的时候 但是他心里面有一种平安 有一种喜乐 有一种盼望 是这个坚硬的墙关不住的 他身上有一种光彩 活得更精彩 这个人不一样 所以说这些御营全军就非常的好奇说 为什么他活得跟我不一样 原来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原来他是为了他信仰的缘故 很多不信耶稣的人 常常在笑我们信耶稣的 对不对 总觉得说基督教是为那些身体有软弱的 心灵受到创伤的 论文写不出来的人为他们准备的 但是其实他们在背后里面 暗暗的观察我们 看看我们这些人 跟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从保罗身上看到这个人不一样 虽然他们有一种羡慕 觉得说我也希望认识耶稣 我也希望有这个耶稣 所以他说我虽然受到捆锁 但是这些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 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亲戚 都知道我的捆锁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所以我的捆锁 让那些没有相信耶稣 不认识上帝的人 认识上帝 那么对于弟兄姐妹呢 这个时候他说 并且那主内的弟兄姐妹 多半因我所说的捆锁 就怎么样 独信不已月发放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那些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看到保罗这个样子 得到极大的鼓励 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在身体有软弱的时候 常常我们在生命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 或者在侍奉的时候 非常软弱 很辛苦的时候 很想放下来的时候 看一看保罗 他的恩赐比我大得多 他的学问比我高得多 但是你看看他所受的捆锁 他所受的鼓 他仍然在监狱里面都能传福音 所以我们怎么样 因为保罗得到鼓励 越发放胆 无所惧怕 独信不已 所以不信耶稣的人 不认识耶稣的人 因为保罗 他能认识耶稣 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弟兄姐妹 因为保罗 所以怎么样呢 越发放胆 传扬神的福音 得道造就 有人说啊 世界上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是怎么样呢 当他痛苦的时候啊 周围所有人都倒霉了 他自己不舒服 要让周围所有人 通通跟着他一起不舒服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想你在生命中见到很多了 但是有一种是怎么样 像保罗一样 虽然他自己受到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怎么样呢 他变成周围的人的祝福 让不信耶稣的人 能够信耶稣 让信耶稣的人 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 得到鼓励 罗马书第八章里面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万事互相效力 很多人常常误用这句话 有人在地上捡到钱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有一个学生说 因为下大学 所以好事改期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可是你如果仔细的开一看 罗马书这一段话说 万事互相效力是怎么样 叫谁得益处啊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不是叫你的益处 对不对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所以保罗说 我所遭遇的事 我所遭遇到的万事的结果 虽然让我受到捆锁 但是怎么样呢 众人因我所受到的捆锁 得到益处 这是何等美的一个人生观 弟兄姐妹 保罗他说 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所做一件事情 让福音得以兴亡 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 我个人虽然受到了捆锁 但是怎么样呢 福音得到兴亡 让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 能够认识耶稣 让那些已经认识耶稣的人 能够得到鼓励 越发放胆 独信不移 传生的道 你看他的这个人生观 超越了这个环境 超越他个人的荣誉 第二节呢 这有何方呢 弟兄姐妹 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句话 给背起来 保罗的第二个得胜的人生观的关键 就在这几个字 这有何方呢 我希望大家读一次 读一次 请 这有何方呢 如果说教会里面多几个人讲这句话 在你的家庭里面多几个人讲这句话 我们的生命美丽的多 教会也和谐的多 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 哦 保罗这边在这边讲 他说 有些人传基督啊 是出于基督纷争 但是呢 有些是出于好意 因为 他们知道说 我是为变明福音而设立的 不过也有一些人传福音什么呀 是出于结党 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征我 捧所的苦楚 感谢观看